北京时间1月4日凌晨 曼联主场被狼队0比1先翻 包括C罗在内的全队遭到批评 外界的指责或许很正常 可是连队员自己都开始了自我批评 这或许说明曼联的问题确实不小了 在赛后接受采访时 红魔左边为卢克肖对媒体称 我在球场上的时候 没有感觉到我们是一个整体 今晚球队没有强度、侵略性和动力 看看我们的球员 我们拥有令人无法置信的水准 但有时候仅仅有实力是不够的 虽然卢克肖说的是曼联整体 并没有指名道姓道个人 但外界却因此不约而同地 将矛头指向了巨星C罗 因马贵尔受伤缺阵 在这场比赛中 时隔14年后 C罗再次带上曼联队长修标 虽然他没有再次在比赛结束后 弩摔队长修标 但显然 这次当上队长却输球 并不能令这位曼联新队长开心 C罗在此战中的发挥明显不佳 上半时 C罗就显得有些腿软 下半时他虽然仍努力拼抢 精神也很是可嘉 但实际的效果上 仍显现出37岁的C罗 并非能撑得住场场首发 或打满全场了 C罗在朗尼克的高位逼抢战术下 全场有14次丢失球权 且整场仅有两次射门 C罗依然在积极地完成这种高强度的逼抢要求 并努力地进行回防 但却差点铸成大错 他的一个头球回座 曼联几乎因此失分 这也令门将得贺啊 独下意识 D对C罗做出了不满的手势 曼联目前仅排在英超联赛第七名 与榜首的曼城已相差22分 显然 本赛季C罗想拿英超冠军的梦想基本破碎 曼联与第四名也相差了4分 能否获得欧冠资格也是问题了 而上赛季在索尔斯克亚带领下 以年轻化为主打方向的曼联 获得了英超亚军 且整个上赛季仅输了6场球 而在C罗回归后 虽换了三位教练 但现在英超才过半成 曼联就已经输了6场 这就很难不让人将曼联现在的成绩 与C罗的回归联系在一起了 一方面 C罗在37岁时 个人数据依然优秀 可是令人尴尬的是 曼联的整体表现和成绩 却相较上赛季大幅滑坡 卢克肖所称的 全队不是一个整体 是不是在影射或内涵C罗呢 相信会有很多人将此语 C罗不自觉地联系在一起了 C罗的巨星作用 显然毋庸置疑 即便是到了37岁的高龄 仍然在个人数据上 居于世界足坛前列 但同时 因其身体机能下降 体能和速度上的持续强度降低 这对全队的攻防平衡 攻防速度上 显然也有影响 当然 这也不只是C罗一人的问题 此时 当然需要全队在攻防上的更多投入与弥补 可像格林伍德等年轻人 并没有完全统一成当年黄马人的心态 全队皆全力为C罗一人为禀 而C罗在曼联前场最好的搭档 卡瓦尼 同样也不年轻 两人加起来 已70岁了 所以 曼联整体攻防的平衡性问题难以解决 踢得不像一个整体的感觉 就会是卢克骁的一种亲身体会了 巨星C罗的作用虽大 且其个人数据一直优异 但如果全队不能形成一个整体 就像C罗从黄马转回到油温后一样 全队成绩却逐年下滑 以至于在C罗离开老妇人后 向队中的玄冥三老 吉叶利尼 伯努其后和布芳 都先后指责C罗的到来 最终破坏了油温DNA 布芳称 C罗在油温的那几年时间里 他和球队的合作是非常不错的 但那段时间的油温图斯 却把全队上下都作为一个 整体的DNA慢慢丢失了 像荷兰名帅范加尔 也与布芳一样持同样的观点 而现在 朗尼克的曼联为了弥补防守问题 采取了更须不惜体力的高位逼抢 可让37岁的C罗 在攻防两端都卖力 显然有点勉为其难 或许 要解决这个问题 则C罗一是要放下职业生涯中最深的 一个执念 追求最好的个人数据 而要将球队的整体利益和成绩放到首位 二是C罗也要有些腐老 对现实认知 接受替补或轮换才行 原创评论 鱼说还羞 鱼说还羞 是C罗也要放下职业生涯中最深的 是C罗也要放下职业生涯中最深的